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三讲 这一讲是在确定租客之后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流程讲解 整体篇幅近一个小时,分三节介绍 这里是第二节,约18分钟 在这个出租里合同里面,我打圈了就是这个 Condominium Plan Unit Development 大多你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都是会受到我们叫HOA,Home Owners Association的影响 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可能有这个HOA在管这些Common Areas 有这个条件就会保护房东 因为这个条件就是说,租客答应 我会按照HOA的规则来住在这个Community里面 对不对,可能有这个Community里面有些规定说 10点以后不能有大声的音乐啊,什么这些东西 所以他如果有这个条件在里面的话 他就是答应说,我住这房子就是会按照HOA的规定 如果租客不按照的HOA的规定 你就有权利就是可以把这个,要这个租客就搬走 OK 在这个我会再查一句 OK 因为刚才我提了就是修房 很多最大的一个问题 很多遇到的问题就是 我能不能就是做inspection 对不对 很多我租给一个租客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做一个 每年都是会就是做inspection OK 我会现在发给你们一个这个 一个法律协调 好 我发了这个也是就是一个照片 这是Civil Code加州法律Civil Code section 194 这个条件就是说 A landlord may enter the filing unit only in the following cases 意思就是 房东只有权利进一个租客的房子 就是如果遇到他列出来的这种情况 第一个 In case of emergency 就是如果遇到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emergency的情况的时候 当然房东就是有不需要租客的同意就可以进门 OK 这个是 这个当然是很common sense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如果突然水管开始漏水了 然后有flood啊 这些就是等于是emergency OK 有个客人就是问什么是emergency 我就说如果要报警或是打911的话 呃 这算是emergency 呃 真正能够就是 给一个真正的emergency的意思 真的是每一个状况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啊 可是如果不是比较赶的事情 那几乎也没办法就是说是emergency 好第二次 to make necessary or agreed repairs decorations alterations or improvements supply necessary or agreed services 这个就是说 如果有东西要修 跟房租客答应说可以修 房东就有权利可以进这种房子 OK 第三 when the tenant has abandoned or surrendered the premises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租客已经搬走了 那时候房东就可以进这个房子 第四 pursuant to court order 就是如果法庭要强望说指定说你可以有权利进 那就等于说你有权利进 OK 所以几乎就是这个四个情况 房东可以进一个屋子 可是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出 你如果要进个屋子为了做inspection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个很常大家就是搞错的 很多经纪人管理人都是搞错 你没有权利为了inspection进一个租客的屋子 OK 这个是不合法 你如果在这个合同里面有说 每个年必要有做inspection OK 然后租客也是要让说可以做inspection OK 其实这个条件在出租合同是不合法的 OK 所以你不要做inspection 我知道很多房东都说不能做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租客在这个屋子里面有做什么东西 几乎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如果没有好好的事先做这个调查 他决定要不要住这个人 你如果一租给这个人的话 几乎你要知道这个人在屋子里面是不是干净 有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是非常难 OK 所以这个Civil Code Section 1954就指定了提出什么情况可以进一个租客的屋子 没有包括inspection 第17条 第17条Alterations Repairs 就是刚才我就是提了 Alterations and Repairs OK 就是如果有他们要修什么你要修什么东西的话 OK就要按照这个合同来处理 第19条Entry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假如说 诶 诶 诸客告诉你说马桶坏了 要修 你找了一个contractor 说诶 我的诸客说这contractor有什么问题啊 contractor说这个 不好意思 诶 诸客说马桶有问题 你找了contractor OK contractor 如果要进一个租客的屋子 你必须要给24小时 至少给24小时的通知 24 hour notice 我说至少 你要给48小时 36小时的通知都OK 可是至少要给24小时的written notice 这很重要 written notice written notice不包括邮件 也不包括text messages OK written notice 所以你必须要写下来贴在租客的门上 landlord shall give the tenants reasonable notice in writing 你必须要写下 of his or her intent to enter and enter only during normal business hours OK 这个很重要 normal business hours 有个法律的一个case 法官判下来 有解释这个normal business hours 是说什么 normal business hours 或者是说周一到周五 九点到五点 九点到五点 在解释 在解释 normal business hours的意思是周一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周一到周五 OK monday through friday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找到contractor想要修或是你要自己修房子的话 很多房东说我要为了省钱我自己就可以修 可以周末的时候进一个租客的房子 租客其实如果你要求就是周末的时候 因为那不算是normal business hours 对不对 租客其实可以反对 当然有exceptions 在这个上面东西有exceptions 你如果念下来这个section 1954的话都是有解释说 如果你是经纪人啊做open house啊 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就是 就是周末的时候进一个租客的房子 OK 可是普通的修什么东西 或是都是就是normal business hours 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在这个1954再继续念 The notice就是这个通知 shall include the date approximate time and purpose of the entry 所以这个通知必须要列出来 哪一月 哪一天 几点 原因为什么要进门 OK The notice may be personally delivered to tenant 就是亲手的拿给这个租客 或者left with someone of suitable age and discretion at the premises suitable age 这意思是解释是说至少满18岁 OK left or under the usual entry door of the premises in a manner in which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discover the notice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在的话 你可以就是贴在门上 OK front door上 就是一个24小时的通知 这个就是有效 OK 在这上面有解释 24 hours shall be presumed to be reasonable notice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就是至少要给24小时 OK The notice may be mailed to the tenant 也可以用寄信 The mailing of the notice at least six days prior to the intended entry is presumed reasonable notice in the evidence of the contract 所以这个最后的两句 OK 我要多解释 如果你说 我 可能 我不 我不在 有很多房东 就是不在Sandyago 我有房子在Sandyago 房东不在Sandyago 我也不想跑一趟去 去Sandyago 去贴个协调在门上 你当然可以寄信 给通知 如果你寄信给通知的话 你必须要至少给六天的时间通知 Maining of the notice at least six days prior to the intended entry is presumed reasonable notice 就是至少要给六次 如果你要寄信 至少要给六天的时间通知 OK 所以这个 肯定很多人 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协调 法律协调 所以我念给大家听 现在大家听了这个讲究 就知道 OK 租客的权利是在哪里 房东的权利是在哪里 如果你是管理人 OK 你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包括在这 entry 里面的 第21条 assignment and subletting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上次我就提出现在有遇到的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想要租房子为了转租用Airbnb给人家 因为你发现我如果可以用Airbnb做其实我可以赚更多钱然后也可以用来附着房租其实就放了这个assignment and subletting这个条件就是会保护房东 OK 如果一个租客想要转租的话 你又是两个房东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拒绝 你当然可以在你的出租合同里面就是想完全不管哪个状况就不让你转租 不让你sublet 我通常建议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利 对不对 有时候对不对 过就是过生活的时候就是不要搬家对不对 虽然我我让你我已经答应说要做一年了 可能就是住了六个月的时候发现我要找到新的工作必须要就是找走对不对 你一个就是说OK那你违约了通了那你就是要赔上我多少钱 或是为什么我建议就是至少给他们一个机会去转租去找个新的租客 OK就是subletting的意思 OK 对你对房东也是比较有利 因为你他就是租客去花这时间去找新的租客 OK 可是在这个subletting的条件里面也是会出一个条件说如果你要sublet的话 好你找客 可是也是要通过房东的我就说申请表啊信用调查啊刑事调查啊这些调查 然后我如果我答应你可以转租的话你才有权利转租 OK 所以这个我通常你用什么任何的出租合同 make sure make sure ok你的这个出租合同里面有这样子的条件 不管是不是拒绝subletting 完全拒绝 或是你可以sublet可是要通过房东的同意 ok 我再猜一句就是关于租客 ok 这个是因为我 常常常都是有留学生就是打电话给我说 哎 所以暑假的时候我要回大陆啊我要就是租房子给给那个有 暑假要留在先第一个那些学生啊对不对 我就说 他就问我可不可以 我是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看过你的出租合同 ok 你如果是从一个大公司租这种方法肯定有一个条件在你的出租合同解释 你如果要转租的话要怎么转租 OK 很多次他们都是不care也没有念过这个合同 ok 然后就随便就转租了 然后新搬进来的也没有通过房东的通 同意房东也不知道有转租 然后发现 诶 怎么突然发现就是有一个人我没有同意的人住在这个房子 然后就开始行动这个eviction ok 就把他赶走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在这里 尤其是对租客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sub-leaser 我变成二手房东租给一个人 可是我没有权利租给这个人的话 我租搬进来然后突然房东要赶我走 说我没有权利住在这里面 ok 那几乎我自己就倒霉了 对 对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如果 假如说我暑假要在UCSD读书 我只是需要三个月找到这个sub-leaser 这有人想要sub-leaser给我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问 你有没有权利可以转租给我 ok 然后如果他说可以 你要保护再直接保护 你可以就是要求这个房东的联系方式 确认说他已经 这二手房东已经通 已经通知了房东说他们有这样子的计划要转租 ok 然后你可以就是 因为通常如果房东要同意的话 他们也是会给你这些申请表 在做信用调查等等 然后他答应的时候你才可以就是搬进来 ok 因为我遇到太多就是状况 就是这样子转租啊 然后房东也不知道 然后突然发现 哎怎么又转租又转租又转租 那几乎原先的这个租客已经 已经都不见 或者已经毕业了 已经回大陆了 那几乎就是 留在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真的房东也不认识 也事先都没有做信用调查 ok 就真的不要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用的这个出租合同 要有一个条件解释 如果要转租 要用什么方式来转租 就能够帮行吗 你不打开 你不打开 对 你没了 你不打开